蜜蜜蜜 蜜蜜蜜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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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年我們場地變了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大家也比較混亂一點 為什麼今年場地變了 因為有一些原因 我們沒辦法再像之前一樣 使用中央研究院的場地 然後我們的活動時間 剛好也是在9月底這時候 所以時間上來說 也沒辦法借到學校的場地 所以今年使用的是這一個 那在今年剛好很幸運的事情是 前幾天JDK9剛好release了 所以我們也剛好趕上了這一波 那這是今年的hashtag 大家可以用這個 JCCOF2017 那大家你可以把你的手機打開 現在手機上的Chrome有支援 QR Code的scape 所以你可以加入到我們的slack 跟我們的hackmd 那在活動方面呢 有幾點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是 請尊重所有參加活動的與會者 那如果你遇到騷擾的話 就通知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詳細的一些守則的話 可以掃描下面的QR Code 或者是到我們的網站上面去看 那有一些注意事項請大家配合一下 就是第一個是請在會議的時間 全程幫我們佩戴識別證 那再來是我們的會場裡面 尤其是各位現在所在的11樓這個主廳 以及10樓的聯播的那間會議室 請不要攜帶食物進來 因為這是地毯的會議室 然後清潔費還滿貴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今年的走道空間 所以我們在這邊稍微小了一點 然後中午用餐的時候 電梯的數量可能沒辦法 突然間容下這麼多的人 所以請大家避免推擠 那這是11樓的場地的那個配置圖 上午的話主要是在紅色這個區塊 1101 然後旁邊的話有我們的贊助三攤位 跟像下午的時候也會有下午茶的茶點 那空閒的地方你可以作為交流區做使用 在下午的部分呢 我們會多開放1002跟1003 還有Workshop場地1005 那到時候大家可以看自己喜歡的場次 然後就去參加該場的會議 那今年的合作夥伴呢 我們很榮幸的跟DataConf 也就是明天一起舉辦 所以如果各位有買明天的票的話 也記得不要忘了報導 那今年的贊助呢 有Soft Leader 他從過去到現在都有贊助我們 然後還有從日本來的Line Line 我記得他們的攤位那邊有一些禮物 你們可以過去拿 然後在中國這邊 有杭州的有贊助我們 那到時候在服務台的地方 可能會有一些貼紙 或者是好像有鑰匙圈吧 大家可以去拿一下或看一下 然後還有Innova Innova這間公司他們提供了一些 很多的那種醫療支付的那些服務 然後它在我們的服務台那些地方 也有放一些像那種 名片夾吧 還是那種文件夾之類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拿一下 然後其他的贊助商的話 像白銀贊助有Appeer IBM Oracle 跟MySQL 然後青銅贊助的話 有電子報 那今年特別感謝那個 Jack Bryant 還有IntelliJ 他們有贊助我們 那會場 我記得有他們提供的溜溜球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拿 然後Book Show 非常感謝他們為我們提供錄影 然後最後想要再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是因為在今天的議程 就是1101的議程裡面 下午的時候有一場 2點左右的議程 因為我們的講者 他因為簽證的問題 沒辦法從中國這邊來到台灣 所以我們議程有做調整 調整為Swangi的那個 原本1102的議程 以及有再多找一位講者 去填補1002的議程 所以大家到時候可能 可以同步一下那個 HackMD上面的內容 以及我們網站上面 議程的內容 那最後是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們TWJUG的話 你可以follow這三個QR Code 像第一個的話 是我們Facebook的那個 group討論區 然後會有一些 不定期的線下活動 會在上面做一些公告 然後最後一個是 JCCOF的粉絲頁 那上面會有一些 我們舉辦這種大型聯會的活動公告 好 那今年還是非常感謝大家來參與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第一個贊助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